2月21日,据足球报等多家国内媒体消息,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进行人事调整,使俊平不再分管足球俱乐部。 据悉,从2月19日起,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,已由恒大集团秘书长刘震尊管。 刘震曾任恒大地产集团新疆公司董事长,现任恒大集团秘书长,为集团副总裁及领导。 恒大目前的做法,预示着俱乐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球队高层换人,似乎也就不让人意外了。 可以预计,这位新领导的主要工作,就是达成之前恒大所承诺的东西,那就是在2020年实现全华班,在未来帮助中国足球崛起。 此外,恒大足校的小球员们,也开始慢慢展露头角。 恒大未来二至三年,或许还会发生人员上的巨大变化,目前很多老国角都可能在这几年诞出或者告别。 自从广州恒大首次痛失中超冠军,不少长情的恒大球迷,开始思议西域恒大王朝的神话地道哲经律人刘勇卓,正化刘总回归球队的呼声日益高涨。 2010年,刘勇者认知恒大足球俱乐部董事长,同年恒大拿到中甲冠军中超成功,次年刘勇者买入八甲MVP红卡与莫里奇·克莱奥组成前场三叉戟,带领球队提前四轮获得中超联赛冠军,逼到了中国的凯泽斯劳腾神话。 2013年11月9日,刘勇者带领了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,依靠各场进球的优势,夺得亚冠联赛冠军,成为亚冠联赛改制。 以来,首次登顶亚洲之巅的中国球队,2015年6月12日,恒大再次出手,刘勇之位球队带来了斯科拉里。 66岁的巴西老帅,由此成为纪律匹之后,恒大俱乐部前约的第二位世界杯冠军教头。 2015年11月21日,带领恒大足球两回合总比温一比零战胜阿克利,继2013年之后,三年内第二次捧的亚冠冠军,成为第一支远货亚冠军的中国球队。 可以说,刘总是恒大王朝的神话缔造者,对恒大足球事业的丰功累积,绝对是巨功之累,回归足球事业也是众望所归。 退运江湖两年后,现在,终于再次有了刘总的消息。 今天出自足球经理中国资料官方调查员的消息,FFA公布了新一届球员身份限定委员会委员名单,其中名单上经线刘勇者的名字,原来,刘总作为中国区的唯一代表出现在名单上。 消息一出,网络顿时炸锅了,恒大居然有控制国际组联的能力。 刘勇哲无疑是中国足坛史上最成功的经理人,在恒大俱乐部实现中超级连贯,而且实现了亚冠冠军的三年抱扬。 这样的功绩,绝对是中国足球史上前无古人的撞取,在中国足球日益逼迷的八年前,一般人想都不敢想。 据悉,国际组联球员身份认定委员会,是隶属国际组联FFA的一个球员身份认证机构。 调查和认证球员的身份,是该机构的主要工作。 特别是国际球员规划流程中,该机构扮演着主要的角色,他们能够调查认定球员能否具备以规划球员的身份,代表其他国家出战正式赛事。 其只能犯完对中超球队的规划计划,绝对是一个厉害部门。 最近中超个大俱乐部,大肆引进优秀的华裔球员,希望能够通过规划球员条例,将其占目卷博足。 如今,刘总能够成为更高级别的官员国际组联球员身份认定委员会的议员,确实给中国足球员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 对打通国足招募规划球员的FIFA厉害关节,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 目前无论是恒大还是其他中超球队,都陆续引进了规划球员。 广州恒大的毕鲁华裔罗伯特消出,和英超华裔球员布朗宁都期待规划手续的快速进行。 为了2022年世界杯,规划球员也是国足志在必行的药物。 刘永卓担任此职务负责,对国际组联规划球员认证环节的打通,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 二ถств型职务负责,能量度drum崛破阅积达低作围会双曲规划球员的辅寞哎? 值得他们坚洞性贯责失了?